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 我是主持人洛兴 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BLG战队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邀请到的是辅助选手 你好 先让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BLG辅助 今天是拿到了你们这个夏季赛的三连胜 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挺平淡的吧 因为我觉得我们挺强的 挺平静的 因为对自己的实力是有信心的 那想问问今天是以2比1的成绩拿下来的吗 和你们赛前预想的结果太一样吗 我觉得一样 因为我觉得EDG这个队伍就是非常强的 因为他们的运营非常好 然后选手个人是也非常好 我觉得我打 我们打他们肯定是一场打满了 我觉得 好 今天确实也如你们所预想一样 打满了 其实我也蛮好奇的 因为今天你出场的时候 下面就大家都在好 好帅好帅 很好奇 每当你听到大家为你呐喊出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觉得挺尴尬的 挺尴尬 会有点不好意思对吗 好 那我们回到游戏里面问一下 第一局的时候呢 你开局在小龙团那里就打出了一个一换三啊 其实大家一起努力 你的落 当时是在河道里面 基本上吃了对面好多个大招 仍旧没有阵亡 想问一问那波是什么样的想法 促使你一个劲的就先扎进了这个河道里面 因为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们的阵容 觉得我们能接那么团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出了一个魔抗 觉得自己挺肉的 所以我就顶了过去帮队友卖一下 就打了那么团 哦 觉得自己能够肉住能够扛住 那波也是啊 大家打出一换三 差一点点你就能够配合 厄斐留斯的红白刀全收了 那这局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最后 EDG是先手开团你们 但是高高一个非常灵性的绕后 反手一波 想问问那一波是直接奠定了 你们的胜局终结比赛的 大家是怎么样去沟通的呢 其实我们打团也没什么说话 就正常去打 大家就是凭借 长久以来累积起来的默契去来操作的 那第三局啊要问一下 对面是选出了下路 尼拉加猫这样的一个组合 那你个人认为这样一个组合 在当前版本里面如何呢 呃 因为我排位平常没有遇见过尼拉 虽然我遇见过猫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组合加起来 可能尼拉就是在前期能帮猫发育吧 他后期作为一个C位来说的话 不够我觉得在这个版本 我觉得是比较普通吧 这组合 就是可能如果你们要拿出来的话 还要想一些多一点的套路 然后再上场跟大家见面 那第三局啊 前期你们是一直掌握优势的嘛 不过小龙团的那一波 被尼扣找到了机会 打出了一波零换四 那个时候你们会有点慌吗 呃 我们 我的话还是挺慌的 但是我的队友一直在鼓励大家 说还能赢 队友还是比较稳扎稳打的 那这一波之后立马中路 你们你和猴子有一波 配合开团直接拿下了中路 那一波之后 你们又把胜利牢牢地握在手中了 那一波大家有沟通吗 你和欣之间 就是说因为尼扣上路是踢过来了 所以就因为尼扣在上路带线嘛 所以就开起来 觉得他们正面只有两个人收他 好 就是抓住机会 找准对面 尼扣不在的时候去开团 那这三局啊 你的洛表现都非常的亮眼嘛 包括第二局 虽然说你们失利了 但你的洛仍然有很多个亮眼的 开团瞬间 以及打断对面施法的瞬间 都被大家捕捉到 并且记在心里面了 观众们都说 你的洛是有说法的 并且是不能轻易放的 你自己怎么看呢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英雄 挺适合我们队的 我觉得确实是 还可以玩弯 好 确实非常适合你们队伍 那观众们呢 很多都用游刃有余来形容你的洛 你自己用一个词来形容你今天的洛 用哪个词语比较合适 比较灵活吧 比较灵活 大家都说帅 你用了灵活这样一个词语 确实穿梭在各个英雄之间 去施法去找机会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 大伙呢 感觉你们从MSI回来之后 整个队伍都像完成了超进化一样 你们自己也有这种感受吗 我觉得是 因为我们打完MSI之后 回来了之后 就教练们把版本抓备得特别好吧 觉得哪些英雄OP也很快地找到 然后我们选手在心态方面也成长了一点 在心态上面 以及教练在版本上面 都有很长途的进步 那要问一问 蜕变感觉变化最大 改进最大的地方 整个队伍是什么 就是我们五个人 即使劣势或者输掉一把比赛 心态也不会很崩 五个人更稳健了 好的 我们也感谢昂选手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 接下来就到了 各位非常期待的赛后互动环节了 我们仍然要有请上BLG战队的 其余四位选手 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有请 再见